近年来,中文热在美国不断升温,公立学校开设中文课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,在纽约还出现了私立全日制中文学校。 新鸭双语中文学校位于风景如画的曼哈顿哈德逊河边,毗邻冰江公园,走在学校旁那宽阔的绿树成荫的街道上,举目便可远眺哈德逊河无边美景。 学校的总部在新州,2010年曼哈顿的学校开始招生。 目前,学校已进入第四年,有超过70名两岁到二年级各族裔的小朋友。 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在中英文听说读写方面都达到流利的程度, 提高孩子认知能力,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。 学校负责人表示,从出生到十岁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期, 只要把它们浸泡在双语环境中,掌握两种语言不是很难。 学校每年还组织三场大型活动,包括中秋节野餐, 庆祝中国新年活动和端午节表演, 以此让孩子们了解学习中国文化习俗。 教育询中文化没有疯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